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一个理念 就是不要看新闻 我们从小就开始学很多新心灵的东西 老师教我们 新闻是很负面的 所以不要看 不用看的 我自己也在当中发现了一个真相 就是你要知道的东西 你一定会知道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卡玛改变了 这段时间需要知道很多的新闻 所以公司派了很多新闻给我 这个星期收到的题目 关于港铁 我开始看到港铁两个字 我都以为是豆腐沙中线 原来不是的 原来说地铁里面有很多的罪案 罪案有上升的趋势 而当中就以打架 争吵都不特意 还要是打斗 打斗案 提升率是最高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港铁里面 除了打架之外 还会有很多偷拍群底 非礼 这些案件都是会有的 然而当中 提升率最高的原来就是打斗 今天我收到这位朋友 他想知道的就是 我们香港人是不是真的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 动点就要打要杀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他的问题好像是这样 不能够有多少少少的容量容忍 到底我们是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 今天应该说 这个礼拜我想有少少玩法不同 就是Shut my mouth up 不要说自己的想法主 就离开一张牌 加上这个礼拜这件事 其实都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 过往有很多有历史性 或者有很多前文后理的事情 都不是的 你说没得研究 你如果研究那些罪案 实际每一宗都可以研究 但是没有 我就是看了这一条新闻 觉得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研究 这件事 但是不要紧 一样我们改变的玩法 出一张牌 来看一看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香港 港铁里面 这个打斗率和罪案率 有向上升增加的趋势 到底我们香港人 自己亦都身为每一个我们 都身为一个香港人的人 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 又或者我们应该如何检讨 甚至乎是改变自己 好 我说的事好像有很多 但其实都是关于这件事里面 给我们一个智慧 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做 从而这个罪案率 在港铁里面的罪案率 可以有缓和 当然我们希望有下降 甚至只要它不继续上升 都已经是一个 progress 在港铁里面 特别是打斗的事情 到底是 什么事呢 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应该如何可以 去到改变现在这个情况呢 今天出了一张领航者塔罗 这个叫做regenerator regenerator 它里面有很多老人家 这个牌呢 它是说情绪 熟责领航者的人 就知道 或者有少少知道塔罗的人 都知道 它是属于情绪的牌 所以说 其实我们香港人的确 如同很多人所知道 我们并没有像这张牌 那些老先生 老先生老太太 笑得很开心 突然 突然而上面最高的那里 又有一个有不同的状态 它并没有情绪 但它依然是偏向一种好的状态 就是很平稳 而中间那个人 我们看到中间那个人 有一个黑人 他在倒出一些水 看到没有 水在我们塔罗里面 代表了潜意识之余 也代表了我们的情绪 如果我们的情绪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抒发的地方 倒走牌 得到舒缓的时候 我们就会像那张牌 上面和下面 上面那个是neutral 就是平常心 它是舒缓 是缓和的一种状态 有智慧的一种状态 是平静 而下面那些是开心 就是平常心 所以我想如同很多人所知 很多人听到如果说 打斗多的时候 第一件事都会觉得 是不是香港人压力很大 很不够时间去到休息 其实这个的确是一个事实 本身来说 就是说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 和香港的这个社会 以什麽东西见称 我们都知道的就是快 是不是 我们是快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见称的就是 我们的人是叻的 快的 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做得很好 但怎样可以去将这些东西做得好呢 其实我们选择了的 就是不停地去做 所以我们并没有 就是不要说情绪 其实有没有时间和家人相处 都是一个问题 更加何况是自己的情绪 很多时候很多人情绪来到 可能他就 有一些就会这样发泄 说粗口 骂人 或者跟人说 都是说出来 但又有一些 可能他就会是 选择 就这样 收了在自己的心灵里面 而没有说出来的 那两个方面 其实都是 将那些负能量 收了在自己身体里面 所以去到一个点的时候 就会爆发出来 如同很多人所知道 香港还有一件事 建称的就是 空间少 在地铁里面更加 空间少之余 空气也一样是少的 我们收身心灵人都知道 又或者说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呼吸是一个很重要 帮助我们 静下情绪 又或者是管理 控制情绪 甚至是带动我们 情绪的一件事 在德国都有 最近也来到香港 有一些呼吸的疗法 用你的呼吸去治疗 深藏在你里面 其实每一个人 他去到二十多岁 已经有很多 藏在里面的情绪 何况是 如果你说 去到三十多 四十多 那不爆煲都 难 内不时 他可能在家里爆 可能在公司爆 如果那天 他放了工之后 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 就会在地铁里爆 所以 港铁的车厢 的确是一个 有足够的元素 去酝酿 这个 按住的煲爆发的情况 所以就是这样 但是 只因自己 看这件事 我在我的 冥想里面 有问过 这个状况 其实我得到的一个答案 就是说 欲望 答案就是欲望 就是说 所有这些 譬如 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或者简单说 不开心 你为什么会有情绪 你为什么会发生 就是因为你不开心 那是什么令到你不开心 其实 纯粹 谁不过就是一件事 叫做欲望 所有这些 罪案也好 这些负能量 或者负面情绪 其实 绝大部分 我保守说 都是出自于我们的欲望 比如简单说 你下班了 你很累 很累 很累 你很想 立即回到家 但是你前面 有九万个人 就夸张了 有九千个人 都夸张了 九百个人 应该都差不多了 我都试过 在繁忙时间 转车 真的很害怕 其实是很害怕 人多到 空间小到 所以有一些 有特殊欲望的人 譬如有性欲望 或者是性幻想的人 他就会在那些时候 他其实是否真的 控制不了自己 或是他不选择去控制 这些东西又怎样来呢 其实全部都是出自于你的头脑 你想想想 如果你有一个想法 就是你非礼了人 你就立刻会被人 切开你九万个人 这样才算 或者逐一切切开你的 很害怕 譬如你很相信 现在要说的 你相信是这样的时候 你猜你会不会这样做呢 所以这些相信是什么 是我们的想法 是我们的脑子 所以有些人就说 香港人总比大陆人有良心一些 又或者我听过一个大陆人跟我说 他说 香港人真的很好心的 而且他告诉我 这个大陆人告诉我 他说 他们大陆人 从来都不知道有一件事叫做义工 因为那时候我是做义工认识他的 他说他以前在大陆 他从来都不知道一件事叫做义工 来到香港之后 他们有时候义工行动 出去看到一些水果店 那次义工行动 需要一些水果问他们 那些人真的会给 他的反应令我抹此难忘 他的反应是真的觉得 他们真的会给你的 他说如果在大陆的人 是会怎么反应呢 就会见到你这么年轻 你去问他拿东西 他就会觉得你是欺骗他的 他一定不会相信 你是去将那些东西送给那些有需要的 或者公公婆婆 或者贫穷的 他们一定是不会相信 所以这一大段 就是说我们相信什么 有些人说香港人 还比大陆人善良一些 因为香港还有一些宗教 譬如基督教 天主教 那些东西里面 他教我们什么 他起码会教我们行善 不要说到爱人如己 爱你的邻居 旁边的人 你要爱他们 不要说到那么远 不要说到那么夸张 就是说 起码他一定会教我们做一个好人 是不是 尽量对人家好 諸如此类 不要说大话 諸如此类 其实我们中国古代 都有很多非常好的思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什么时候是落实了的 而令到现在的这一代 或者我简单说 这一代的中国人 是流失了很多正面的 向善的想法 好了 我们说港铁里面的犯罪 为什么有些人会犯罪 他不是冒死犯罪 他是觉得犯罪不会有事 而且他不觉得他这件事 是真的很坏 为什么呢 其实我主要 刚才那几句 是说那些非礼 不是提升率最高的 但都有很多的非礼案件 偷拍非礼 就是性方面的案件 那我的研究里面 发现就是说 其实香港 因为我都在YouTube那里 看到一些广告 就是说有一些漫画 那些叫三级漫画 应该是 三级的漫画 那么容易 在YouTube就已经有了 还有它是很新的 就是它是最新的一些创作 那其实这些东西 已经是一个意识的存在 所以传媒其实现在 我们每一刻 当我们拿着电话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是 接触到媒体 全世界 而传媒 给了些什么的信息出来 原来是真的 非常之影响 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 和我们的心灵 因为我们的心灵 就是首先 是由我们的思想 慢慢慢慢灌输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越小的小朋友 他可能越单纯 正所谓单纯 因为他未被荼毒 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传媒 各方面 其实 好像刚才说的 那些三级的漫画 其实对于社会的影响 真的很大 很应该要去教育界 很应该要 社会上的教育 社会意识上的界别的人 很应该要去做一些事情 来监管 或者说 我们到底是有些什么的意识 放出来 我们这个传媒里面 不过 为什么我停 我们一般人都觉得 自由是最好的 我们就任何这个世界里面 什么都有的时候 因为如果不是 就会变成像中国大陆 每一样都监管的时候 现在中国大陆的人 他们除了 流失了很多 以前很好的 中国以前有 弟子规 十美德 很多的东西 他们都没有了 之余 他们现在非常渴求知识 所以所有香港 甚至乎外地的老师 身心灵 很多其他界别 都不会去香港 而会去大陆 开课 因为他们多少次 他们都愿意去尋求 这个知识 所以当我们的头脑 并没有一个规条的时候 就是不会说 我非礼了人 或者我打了人 非礼就好像明显一些 或者影裙底 都明显一些是错 打人 又或者骂人 我再说小一点 白人一眼 会不会大部分 翻完一日工的人 都已经忘记了这个状态 这件事其实是一件不好的事 是一个影响社会意识的一件 低能量 负能量的一件事 其实很可能 大部分的人 都不aware 我只能够说 不觉察这个状况 其实是一个 每一点负能量的投注 都会形成一个很大负能量的投注 这些负能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些天灾人和 或者是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灾难 因为能量虽然是看不到 但是它是存在的 所以欲望 我们的欲望就是 我刚才说的 简单如你今天做完一件事 很累 你很想立刻 除衣门 开心想就是 除衣门回家 但谁知道不是 你很累很累很累 你看到有个位置 你想坐下 就是这些全部都是 其实是欲念 你想做一件事 我想吃饭 我现在把它收到 不是说性欲 或者说是 我要买Gucci袋 这些当然 已经是当然了 欲望 我把它收拾到 去到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 我很累 我想坐 我很累 我想快点回家 我不想 这一刻我想自己一个人 我想静下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欲念 作为一个人 其实这些是人性 欲念 但是人和动物不同的一点 就是我们还有一件事 就是叫做自由意志 以及控制能力 我们的自由意志 意志当然有意念 如果你有一个意念 就是说 美德 原来呢 让座 原来我让座 每一次让座 我的Karma的银行 就会存到10万元 Karma银行 可能难名一些 比如说 我每一次让座 我只要让座 够10次 我就会遇到真命天子 你让不让座 如果你还没遇到 就是说 这个好像你觉得很难明白 或者很不真实 但是等同于我们 或者说有一些教导里面 我们听到我们学习 我们知道十美德 我们要不杀生 不偷渡 很多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去研究 我们又有进了脑子的时候 你已经的意识里面 如果你觉得就是说 做了这些东西 原来这些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美德 比如让座 甚至乎让人先走 譬如你很想快 也就是说 入地铁 很想快点回家 做完一天 可能被人罵了一天之后 很累了 想快点回家 你想快点进去 那个车厢那里 如果在一个有美德的状态 有另外一个的意念 就是说 我让人先走 因为我感觉到 我见到这个人很累 我让他先走 又或者 我见到那个门就离山 其实都不可以有一个位 有一个人的位置 如果我都跳进去的时候 里面的人就会逼得很厉害 而你不会走进去 如果我们香港人 都慢慢慢慢 能够更加多 在这些方面 来增加我们的心灵 意志思想上面的 粮食的时候 那我们的地铁 我们的香港 就有救了 就会像我们这只 regenerator 这只牌里面 那些老人家 当我们都真的老了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很开心 很坦然的 还笑得出 所以 怎样可以呢 就是拜你做一个有美德的人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 向着良知和美德 怎样可以令到自己 学习良知 和学习更多的行美德 在这些方面行的时候 我们的香港就会越来越好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今天的节目 对大家都会有少少的帮助 或者啟發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